台南检调追查政府议长汇准仪云又有最新动作 昨天提讯了在押的议员黄力钊 也在传唤了政府议长邱莉莉跟林志展道案 经过长达15个小时的侦讯 邱莉莉跟林志展分别是150万还有120万加重交保 据传这回重点是要查邱莉莉的一笔200万金流 不过交保之后邱莉莉态度低调 尽说谢谢大家的关心 不过明天议会就将加开临时会了 可以这一集案件也备受关注 15个小时侦讯后 台南市议长邱莉莉难也疲惫 检方预知150万交保 有人随即带来招保金 这种施法因为侦察不公开 担心辛苦了谢谢你们 近代施法调查的话不好意思 侦察不公开副议长林志展同样低调 两人招保但招保金双双提高 经检察官复讯后 各预知交保150万及120万元 查会选宜云检掉再传两人 6号上午失调出约谈后 移送难检复讯 直到7号凌晨交保 对比先前交保金 这回各自多了100万 据传新的侦办进度 要查邱莉莉一笔200万金流 也提讯在押的五党籍议员黄力钊 以及约谈议会员工 民进党团党中央已经责成中平会建议予以停权处分 相信民进党团已经有明确的态度 引荐8号 议会排定临时会 移地制法直辖市议员 除了现行犯通缉犯 在会期内非经议会同意 不得逮捕或拘禁 检调选在开议前动作也意外受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